Hello 各位球員玩家們大家好 我是黃大仙 這期視頻沒有太多技術層面上的東西 只是純粹想跟大家聊一聊心態的問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 就是你排位的時候 你是最後一個選人 然後你發現你平常玩的那幾個角色都已經被選了 這個時候你會怎麼辦 我就說我遇到過一種情況 就是正常選人 我也不是最後一個 但是我進圖的時候 我發現隊友不知為什麼 就用了一個綠卡的角色 就是完全沒用過的那種 綠卡就綠卡啦 但是進場之後也不好好打 就是還沒有開始 他就覺得好像已經輸定似的 落後一兩球的時候 就開始躲到一邊耍廢去了 不知道為什麼 很疑惑的這個操作 然後你說落後了很多球 你點投降 他又拒絕 反正就好像 純粹就進場過來噁心你一樣 那麼我在視頻裡打的這場的話 也是我平常用的最多的三個球員 就是短髮櫻木啊 工程良田還有進階流川都被選了 我是最後一個選的 那我只能拿出一個三井 那三井雖然不是綠卡啦 我也之前有玩過 但算是操作練度沒那麼高的 那麼這場的話呢 我就要給大家展示一下 即使是一個工具人 我也是一個永不延棄的工具人 OK 那麼像是這種 那我接球的話 我都會一個突破拉開 然後就交給櫻木 因為我覺得當下 就我當下對這個情況的判斷 我覺得櫻木的攻框應該是最好得分的了 是屬於 那他們得分肯定不成問題啊 像是有進階流川 而且還有工程良田有魚柱 基本上籃板和搶斷都很穩 那麼如果說 雙方的籃板和空位都是一個對等的狀態 那唯一我覺得不對等的就是我這個得分的位置 那老實說了 當時那個時候 我肯定覺得我的三井是肯定不夠對方的進階流川得分穩的 我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確保能得分 就這麼簡單而已 然後說起三井這個角色 我又發現 我發現有一部分玩三井的玩家 他們好像每一個人都當自己 就是祥陽隊那個時候的三井 就一個人可以拿20分的 有兩個人甚至三個人去防他 他都要頂這個MVP頂頭 然後就被冒 唉這是搞不懂 就在我看來 他們就是對球權這個東西 拿得起放不下 好像覺得不是自己拿這個球權 這場球就輸定似的 不過我在這邊強調一下 我說的是部分 不是全部 是部分三井的玩家 我求生欲還是很強的 我這裡一定要說清楚 然後像是我視頻一開始說的那種人 就是開局選綠卡的人 我覺得也是一樣 就是他們沒開局 就覺得自己輸定了 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他們也不會想嘗試一下去好好打 看看怎麼樣 反正就是放棄了 那麼對於一個提前放棄的比賽 那肯定是輸定啊 我做這一期視頻 我就是想表達一個心態 沒有比賽一開始就會輸 只要一開始每個人認真好好打 輸贏還真不一定的 哪怕是遇上系統局 系統局也是可以被翻盤的 OK 我們也可以看看比賽 比賽其實已經進行了快一半了 但雙方的比分其實沒有差很遠 都是咬得很緊的 我兩個隊友真的很厲害 像是這樣子我開球嘛 那在外線一個突破 通常都是外線射手一開始最常用的方法 然後我已經看到了櫻木他在那邊 所以立馬把球傳給他 我這裡都吸引了兩個人了 他那邊自然就可以輕鬆得分 就是這樣子玩 特別簡單 真的 我覺得不用貪戀球權 不用對球權這個東西那麼執著 成全了隊友 又成全了自己 多好 那麼這邊我們開球 那木開球 先是一個突破 被撞倒了 還好我反應快 把球撈回來 好險 要不然這球權丟了 這裡木的一個頂頭沒進 櫻木搶回籃板 再來個報告 結果還不進 最後一個投球 終於拿下這分 有驚無險 天啊 三次攻框了 那麼來到對方的球 那對方交給流川 那流川一步滑開 回招給紅城兩天 再一個電光領袖突破 這個很難打 真的很難打 那麼來到我們的球 那我接球之後 一個突破 再一個後撤 騙跳了流川 結果有沒有呢 是沒有的 那櫻木一個挑船 自己拿下 最後還投球進了 又是投球 頭挺硬的嘛 真是的 那麼來到對面球 那對方攻城一個突破 零九倍 我們冒了上來 顏之難 最後まで諦めない 大家看到沒 永不言氣 說的就是我這種情況OK 哪怕摔個狗吃屎 我要把球搶回來 這才是三井 這才是顏之難三井獸 好嗎 而且剛剛那球 是直接讓這局 現在變成順風了 我們現在領先他們一球 沒什麼意外的話 應該不太會輸 沒有什麼意外的話 沒有什麼意外的話 歐咩 意外馬上就發生了 我的天 那麼這裡流川接球 一個二段閃 加個高拋 哎 我都摔倒了 根本防不住 那麼比分來到24平 那麼我們這邊 那幕一個突破 然後直接給局櫻木一個空檔 空出了一個戰斧 漂亮 那麼就看對面怎麼進攻了 進階流川 直接一個貿易傳 交給工程兩天 工程回交給流川 然後一個側跳 頂頭得手 來到我們這邊 那我這邊開球 我接到最後 立馬交給櫻木 櫻木在一個原地戰斧 哎 拿下這兩分 這麼話說我覺得 我們這局運氣也蠻好的 我發現對面的魚住 是不會蓋我們這邊的戰斧 然後這邊魚住又被偷了球 是啦是啦 我們這局能贏 是全靠對面隊裡面 有個幸運的金龍魚 我們才能贏啊 那這邊櫻木一個戰斧 再次拿分 所以就說嘛 那些進場就拿綠卡的人 那沒打過怎麼知道 肯定輸呢 可能對面有個比他更混的人呢 真是的 搞不明白 那麼這邊流川的頂頭失敗 球全再次回到我們這邊 那時間還剩30多秒 那我們一點都不急著進攻啦 然後我話沒說完 這球全都回到對方這邊 那麼這邊工程交給了流川 嗯 流川 這動作 這姿勢 哦 這是自信三分耶 我的天 還好是踩到了一個干擾 要不然真的可能被他們逆轉了 那麼這裡我接球 那一個突破之後 給人看看什麼是真正的自信三分 不用拿很多分 只要拿可以奠定勝機的一球就可以了 那麼這裡對方也直接投降啦 所以說 永不延棄 比賽還真的不一定會輸 那麼這段視頻就到這裡結束啦 我接下來也會為大家帶來 進階三井的全新消息 不想錯過的玩家 記得鎖定我們的頻道 點贊 按評論轉發和訂閱哦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